又來夠時間了 下一節回來再說吧 接著教尖嶺獎 尖嶺獎是女生獨有的 很少男生有尖嶺獎 除非你說句說話 又溫柔點 喇喇的那些 就有機會有尖嶺獎 尖嶺獎很簡單 獎很窄很尖 還要很薄 古代的人說 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 那些看上叔叔 經常見人獎薄 又說人家封塵命 又說尖嶺獎人又懶 又墮落封塵 我都不知見多少尖嶺獎的有錢小姐 都是做小姐 封塵又做小姐 不過是有錢小姐 不是夜總會做小姐 是天金小姐 原來尖嶺獎真的不用怎麼做 他不用怎麼做 一定要配合掌色 因為很多尖嶺獎是長紅的 原來紅色的尖嶺獎做得很辛苦 還要跟老公熬生熬死 通常都離婚收場 所以尖嶺獎最重要是看顏色白不白 顏色白的就容易做天金小姐 但顏色不白就容易淪落封塵才容易做小姐 師傅 尖嶺獎通常會很容易有漏財 沒錯 尖嶺獎因為手指是瘦的 和折落形手是很像的 都是很大的 不過 手指是瘦的 不過 手指瘦梢何時教過漏財 是漏水嗎 漏水就會不白的水 手指瘦梢 原來我只知道 以前我做剪頭髮的時候 夾不住頭髮 是我的敵人 不過跟漏財沒有關係 原來手指肌部就講個人本能欲望 還有 中國獎其實也有講的 人肥就長厚 人瘦就長漏 人瘦的時候 手指漏是正常的 不是漏財 是漏什麼 什麼都不是 原來被那些街邊看上叔叔 什麼都不懂那些 隨口說當秘笈 手指瘦梢就漏財 可能他根本不懂的 人魂亦魂 因為他們不會講不懂的 重要重要 原來教體長 我的老師也挺好的 他不停教我 那句是什麼呢 不懂 你最緊要告訴別人不懂 你不要隨便想個答案出來 但是我們做這行的人 天下無敵的 問他什麼都懂的 不會講不懂的 那你就隨口說 手指漏梢漏財 記住 不懂的你就答不懂 就沒錯了 手指漏梢其實跟漏財沒有關係 手指第一節是思想 這一節就是本能的欲望 原來手指肌部肥 是個人對本能欲望的追求是厚 手指肌部肥 代表個人喜歡精神上 思想上的滿足 那些人經常以為我很奢侈 看我的獎 就知道不是很奢侈 我一陣修炎 都是吃飯盒而已 記住 原來手指瘦的人 就可以吃飯盒 吃一個月也可以 手指肥的那些 慘了 吃多兩天飯盒 吵了 所以記住 這個跟漏不漏財無關 那尖型手指之後呢 就混合型手了 混合型手來說 什麼手指可能都有一隻 有臂型手指 又尖型手指 又可能有哲學型手指 混合型手都幾常見 因為很多人不是純型的 但混合到各樣東西都有 就比較少見了 如果超過三樣東西 那個獎就很煩了 混合型獎 每樣東西都有少少的長處 即是說什麼 他都認識的 即是我們叫做世界仔 不過 一見到某一行的專家 他就啞口無言 香港不是很多這些人 對嗎 讓人認識一點 扮代表 一見到專家 就立即打開頭髮聲 這些就是混合型手 掌型講完 那接著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 沾型獎 混合型獎 你是什麼獎 我是長方型 而且其實手、厚、薄 是怎樣看的 很容易 是否要捏一捏 不用 其實看一看 觀察就知道 那就先看掌型 好 看看掌型 這個又是哲學型手 這個就是長的四方型手 有沒有尖型 他最像尖型 他也像尖型 這個比較尖 雖然他的掌 不夠闊 他也是混合型 四方型的掌 尖型的手指 是不是 四方型掌 尖型的手指 真的很尖 但他也沒什麼罵 這麼大 這麼大 好 開始老法 現在的人年紀 很多 原來很多 這麼大 這麼大 這個就是混合型 不過這個是正常的混合型 因為它是四方型掌 就代表做事的時候 很現實 但因為手指是講思想 所以平時很喜歡幻想 想起好東西 現實不存在 又很虛無偏偏的東西 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中指都歪了 對 怎麼會歪 這是正常的 女生經常是中指歪的 我講手指的時候 先教你 即是不要凸出來 不是 手指歪 人家情緒不穩定 那你就知道 尖型手指 都是手指縫梭 所以手指縫梭 是很常見的 不要以後說漏材 然後你是不是想量別人 厚還是薄 對 那你怎麼會知道 它是厚還是薄 那這個看一看是厚 好 先量一下 這個不是很厚 這個不算厚 對 量這邊比較好 量這邊比較好 這個就是金星一 不算數 先量一下 多少它有 3公分 3公分 對 即是算薄 你量一下旁邊 你才知道 你沒有比較你怎麼知道 那先量一下 可以摸女生手 原來 男生也可以 看看 打側一點點 這個兩公分半 這個更薄 這個更薄很多 那他跟他比較 你就知道 男生手正常是厚一點 女生手正常是薄一點的 那尖型手一定是薄一點的 好 看看它多薄才有 那刀有三公分 也有三公分 那尖型手 兩分 兩分多一點點 兩分多一點點 對 對 所以其實這樣量度 就不太準 那我們常常說 最高境界是甚麼 估 對 斷估 因為原來看掌口掌薄 你看人的掌多 其實慢慢就知道 所以原來真的要慢慢 看得多才知道 反為掌硬掌軟 就要摸了 原來掌口掌薄 它就沒有說好或者壞 厚就代表 在惡劣環境之下 容易掙扎生存 可以捱得到 所以你看到原始然的掌 就是最後 我就說到尖型掌 就最薄 原來慢慢進化 掌就薄了 薄的掌是用老的 厚的掌就容易用力 不過也不要緊 最緊要掌軟掌硬那個 就真的要摸了 那掌軟是好一點的 掌軟原來閒且有錢 你想不想 想 不用怎樣做也有錢 好 好 我厭不厭 除了按這個位置之外 原來還可以這樣 這樣捏起來 即可以捏起來 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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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捏起來 真的 真的嗎 縮骨弓 可以穿過一個小的圈 是嗎 有一個圈 不能穿過 不過你的圈太大了 不算了 我們又捏起來 這個 沒有屈得那麼緊要 你是屈得很緊要 我屈得很緊 你不要摘 自己做才行 看到嗎 有沒有屈得很緊 原來這個叫掌軟 這個就是中庭 中庭 你不要看我的掌那麼醜 你看看 軟 都是軟的 所以你看的時候 掌是不是很醜 油爐筋油爐骨 好像一塊板一樣 誰知道要捏下去 所以這個真的要靠捏 好 再捏一下 這個原來是硬一點 你摸一下骨 骨 骨是拍起來的 對 所以記住 這個是真的要 捏才知道 好像你最幸福 這麼幸福 這個 試完這一行 一會過來看 很遠 你這麼硬 成塊板一樣 成塊板 你看 動都不能動 對 很硬 不用摸了 逐個摸 下糖 所以記住 掌厚和掌薄 是沒有分好或者不好 掌軟最重要的 因為掌軟的人通常用智力 掌硬 就用勞力 所以一個是運用智力 一個是運用勞力 沒有說誰好 一定看回環境 很重要的 掌軟 掌硬 掌大 掌小 原來人小 就掌小 人大就掌大 這個就是正常 但有時候人很小 一隻掌很大 或者一隻 鞋很大 有沒有這些朋友 我看見秘書 這隻掌好像很大隻 你看 不是 師文 不好意思 我認錯了 師文秘書 老夫牙 這隻掌好像很長 四方形掌 他都不算特別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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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算略大 那最大掌是什麼 北歐人的掌最大的 我講過北歐人大部分是方形掌 掌大人做精細的東西 掌勢做策劃籌的東西 所以記住 人大掌勢就好的 人小長大就不好的 人肥掌肥就好的 人肥掌瘦才是一生積聚不到財富 因為人肥掌肥人瘦掌� 人大掌大 人大掌大 人小掌勢 總之合比例 等等 人肥掌肥是不好 人肥掌肥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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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肥掌肥 人肥掌肥 人肥掌肥就恭喜他 幸福了 人肥掌肥就好 都很有錢 最差的是人肥掌瘦 人肥掌瘦 你想想 一個肥的人 手指肌部是不是肥一點 通常肥人 是否行步路都吵了 叫他走樓梯 當然不肯了 所以原來整天 手指肌部肥 連帶身體都肥 人肥掌肥 總之人肥掌肥就正常 沒錯 兩組弟子 開始準備了 因為下部份回來還有觀眾獎上降落 稍後見